好,我們現在來製作的就是 這項這樣的圖 那它旁邊會有一個標記 那這標記可以告訴讀者說 這張圖它的這個顏色 它是屬於多少值 好,那這東西要怎麼做出來勒 我現在從 範例從葉子開始做好了 這個葉子我先轉成8bit 影像,然後換一下它的LUT 換成這樣子 那接下來要加這個東西 那個東西它的位置就在 analyze the tools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選擇這個 好,選好之後 那就可以去調位置,比如說你要在上面 或在下面 接下來按下OK,這樣子就可以 加入這個東西了